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看到我们桌上其实有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豆干跟萝卜还有香菇而已 到底我们今天要做出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坡肉 老师把他的名字叫做蔬食滚肉 什么叫蔬食滚肉 没听过对不对 我们邀请到的是东卢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那个东坡肉其实我们常听 那为什么老师叫滚肉 因为东坡肉的别名就是滚肉 所以我把它换个方式讲 它是一个大菜 对不对 它是从中国起源然后传到日本 然后你看所以其实亚洲地区都知道的菜 对 那蔬食要怎么做它呢 我们现在就是 我建议就是香菇 豆干 白萝卜 红萝卜 然后用干瓢包在一起这样 所以这样子它等于还是有那个口感 对不对 就是瘦的肥的 瘦的肥的 对对对对 有点建成的感觉 聪明聪明 那我们现在 而且看到这些食材就感觉就是很清爽 对啊 没有负担 对对对 没错 就是蔬食然后又是蛋白质 是是是 非常好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萝卜先 白萝卜 对 白萝卜 然后旁边这些先削下来 把边边先切掉 对 边边切掉这些不要浪费 等一下譬如说 你们在滷东西的时候也可以丢下去滷 对对对 就变成萝卜 当作再利用 对 所以等于是说老师 你要把这个豆干 就是都切成跟它一样大小 对对对对对 其实也不错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 我们就只会卤豆干 如果把它变化一下 对 跟菜加在一起 对 比较特别 对 那这时候可以量一下 我们这时候豆干大小还差 就是豆干跟萝卜还差一点 对 那我们就是再把它修一下 所以要一样大 对 比较好包 老师平常是做港式的料理 对不对 对 港式 那因为其实老师面对的都是客人 那客人到餐厅去吃饭 其实理论上都会比较讲究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要做出跟家里不一样的 是 那观众朋友今天在看这个节目 你就可以做出跟 平常一般在家不会做到的 你看 滷豆干平常就是简单的滷豆干 对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 比较有变化性 跟东坡肉把它结合起来 对对 那我们差不多白萝卜切 差不多0.5公分左右 对 就跟豆干大小一样 都一样大小 那我们红萝卜一样的方式 先修边 对 那有一个问题 是 有一些小朋友不吃红萝卜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卤 那我们就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 对啊 像一些就是豆腐啊什么 还是说什么素肉也可以 对啊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素肉不健康 还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用蔬食这样 对对对 那一样 红萝卜也是一样的方式 就切都要一样大小 对对对 对 都跟豆干一样 那我们香菇 这样我们就 因为我们今天包三块 对对 那我们这样 那我们就擦香菇而已 这样其实看起来就已经很赏心悦目了 对啊 红的白的黄的黑的 颜色都有了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香菇一样 一样去这个地头 对一样去地头 因为比较不会影响口感 那等下包的时候 所以香菇应该就差不多不用切了 对都不用 就是等一下看一下 应该会是修一点修边 还是会啊 对对对修边 所以它也算是包起来的其中一个 对那我们这样其实大小差不多 对对 可以修一些 可以修一些 不要修太多 所以老师挺讲究的 不要看老师那么年轻 对于食材的那个料理的坚持还是很有的 对那它当然有些有大小的朵 像这朵比较小 我们就可以不用修 那这朵 因为它香菇一定有大小嘛 对对 不可能每颗都一样 那你看老师修下来这一些 他还是把它摆到旁边 其实你也不是浪费掉 对因为我们可以当它 等下滷的时候的一些底啊这样 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 那我们今天是用干瓢 干瓢来绑它 那我先组合它 我先组合等一下再绑给观众看 那我先因为红萝卜 比较比较硬 属于比较硬的食材 所以我把它做为最底 对然后再来白萝卜 再来豆干 这就像叠鸡木一样 对对 像这个时候如果要在家自己做 我就把小朋友找来让他自己绑 可以可以可以 他绑完的他一定会吃掉 当然啊 就像我们小时候 他会好奇啦 我们小时候在包水饺 我们自己包的那个形状 都会做记号 我一定会把它吃掉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哦把它都叠在一起 然后这样 然后我们就用干瓢把它绑起来 这个干瓢在一般是在那种 南北货店 对 扎货行 扎货行基本当然都会有 那这个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水把它稍微冲冲这样 对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剪它 因为你剪它其实你会浪费 你就整条绑 等一下看到多少 我才正想问你说要剪多长 不然让浪费的东西这样太多了 那我们这时候留一点 从中间 对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这样绕一下 下面交叉 对交叉 然后这时候就绑过来 绑一个结 我的习惯我会绑 我结会留在上面 这样比较有东坡的感觉 对 那我们之后就是旁边把它拉紧 要拉紧 拉紧不然会 它这个东西有些时才会缩 对 对 有些时才会缩 所以把它拉到最紧 然后打个时节 对 那这个时候就把它拆掉 是 拆掉 那你看我这个时候这一段浪费这一点 对 这些而已 但我这边我可以继续绑 我不用想 那这样就一颗同坡肉了 这样子包得很漂亮 哇 好扎实 真的很扎实 对 那我们就一样的动作 所以就不要剪它了 不要剪它 因为剪它的话 其实你每个食材长大小不一样 有可能 而且你把它剪短 你到时候拉撕力也不好撕力 对 然后结在正上方 这样好看 对 我是因为结 这个干瓢其实它那个韧性是很够的 对 所以不怕卤 对 不怕卤 所以你在包的时候 在绑的时候 那个就是调节也很重要 对啊 对啊 要把它绑在正中央 对 没错 老师真的一点都不想浪费 连那个边边的那个一公分 他都想要把它省下来 对 这样 所以我们总共要包三个 对 三个 然后接着我们要下去卤 是 所以一样要先炒香吗 对 一样炒 等一下就是一样将炒香 然后放一些酱油 八角 胡椒 简单调味料这样 对 那我们现在就做爆香的动作 对 切点姜 姜是要切片还是切丝 没有 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动作了 这时候是这样 那我们就是用这样把它拍碎 对 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不用一直 这样拍碎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切了 对 这样等一下就 拍碎喔 切片然后拍碎 对 因为这样味道比较会出来 这样子 对 切丝也是可以 对 对 切碎味道会比较容易出来 可是你又经过拍碎 它可能因为它不规则 对 对 那这时候就 我们就是这个时候 一样是热锅冷油的方式 下油 然后下刚刚切的姜 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做红烧的酱汁 就是卤 卤端坡肉 对 所以这个配方如果你学起来的话 不管你卤什么都可以 对 其实卤汁就是看人 对 有些人喜欢吃清淡的 有些人喜欢吃重口味的 对 所以就可以随意自己调了 对 不过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吃的相对清淡 对 所以我也发现其实很多的餐厅 它确实也油也相对变少 对 也比较不会那么咸 所以这个爆香 你拍过之后我觉得它又把它切这么碎 对 菁姐你闻一下这香气有没有 对 比较容易出来 对啊 对啊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对 我们只知道要拍蒜头 还没有想到要拍姜 对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放一点水 现在放水 现在放水 就是它卤汁的基底了 对 对 OK OK 好 然后再来就是放我们的调味料 大部分好像会先放调味料 所以老师做法不一样 对 因为我刚好爆香过了 对 对 酱油 酱油 所以真的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所以难怪我们要一直看不同的节目 每个人做法不同 对 这个是糖 对 酱油跟糖 然后胡椒粉 胡椒粉其实也很重要 不要买那种 比较 没有香味的胡椒 对 这时候把它拌一下 因为它下面有油 哇 这个锅子已经强强混了 这个是五香粉 是 那我今天有用一点老抽 因为有些人会炒酱色 那因为有些 比如说家庭的妈妈比较不会炒酱色 怕说焦掉什么 那我们就用老抽是取代炒酱色这样 因为其实它下去颜色很快点它就生了 对 因为刚刚还有一点点那种淡咖啡色 对 那我们这样酱油它乳起来漂亮 味道也香 是 所以老抽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对 它主要是有颜色 然后它的味道也好 而且它不会那么咸 对啊 它不怕说我酱色炒失败什么 有些妈妈要煮饭什么的 对啦 聪明一点 你看我们就学这种最简单的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试一下 因为刚刚调味道都放好了嘛 对 我们就试个味道这样 试试试味道 对对对 这种好像也 香 对 OK 而且不咸 对 不够 不够咸的话我们就再加一点酱油 所以你觉得这样不够咸 对 我就不够咸 加点酱油 对 然后这时候就把我们刚刚的东坡肉 掉下去 掉下去滷 然后滷 这样子大概要滷多久 这个差不多25分钟 今天要滷25分钟 对 然后我们就让它滷 滷完之后 就是可以直接盛盘这样 这么简单 对 可以勾一点芡 那个到时候 那个酱汁可以勾一点琉璃芡这样 把它拎上去 所以等于是说除了东坡肉以外 其他像比如说 单独滷香菇 萝卜 可以可以可以 一样的方法 一样的方法 基底都是一样的 只是你看加什么东西 这样简单简单简单 好 那我们就等个25分钟 我们再回来 好 这样整个香喉喉 你看 香味都出来了 我们可以 有些人喜欢八角 有些人不喜欢八角 对 然后我今天有放一些八角 提味在那边 我满喜欢八角的味道 我一打开 金姐我相信你就闻到八角的味道 而且 老师你把那个香菇 放在最上面 黑色的 对 看起来就感觉就是 卤得很透的感觉 那我现在已经卤好了 对 我们就把它盛盘 那个结真的打得漂亮 你都可以去百货公司 包礼物了我看 真的吗 对 真的 有符合资格 有 包得真的很漂亮 你看每一个都很像小礼物一样 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再回来用这个酱汁 所以这个酱汁直接勾芡 对 那就用一点太白分水 那就是说火不要太大 对 火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 我要下去 你它有倒太 太白分水也不能倒太快 倒太快的话 它会容易成果冻的样子 是 对 那我们就边倒边搅 边搅拌 理论上其实还是要有一点 牵制在上面会比较好看 因为要扒住那个味道 对 主要是扒住那个味道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喜欢 也可以 你就是直接把那个酱汁淋上去 不过有可能它味道就不会有这么够 对 哇 很快 对 那这时候就把酱汁淋上来 然后你看淋上去之后就看起来就油亮油亮的 对对对对 嗯 嗯 所以八角是可以你自己选择 看你们自己喜不喜欢 有的人很喜欢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有那个味道确实整个香气就不一样了 一边有差一边有差 是 然后我刚刚有做一些就是它这种这个盘式这样 对 我这个有用过热水加热过了 嗯 所以 我们直接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青椒 对 彩椒 对对对 各种颜色 对对对对对 要把它摆在旁边 对 要是我可能就是上面直接放两根香菜 嘿 所以老师还是比较特别 嘿 比较这样比较有价值啦 对啊 主要是客人看到也觉得 嗯 感觉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质感就有差的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餐厅跟家用的不一样 那个概念思维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学一下老师就是 到底你们怎么盘式 所以你是要这样子彩色把它触却一圈 微一圾 微一圈 诶这个这个方式又简单 而且还挺漂亮的 颜色都有 主要是颜色一定都有 这个方式很简单 而且不用什么技术 对啊 这不用什么技术 好聪明啊 老师你就要教我们这种盘式 偷师傅 一定要教一点那种偷师傅 这个本来可能一盘只能卖80 这盘可能可以卖380 对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这样好缤纷哦 对啊 那因为老师烫过 所以其实这些胶类其实也都可以吃了 对 可以直接吃 因为也可以解腻 对啊 怕吃腻了 可以吃点蔬菜 不喜欢吃的也没关系 因为菜里面本来就没有 对 可是这个摆起来整个立体感 然后就很漂亮 真不错 如果你自己在家做 其实这个这件事情 除了刚刚叠积木 这个摆盘也可以请小朋友 一起就是来参与一下 对 没错 没错 好漂亮哦 这完全看不出它是蔬食的 因为我们卤的颜色够深 对啊 上面又有芡汁把它淋上去 真的真的 漂亮漂亮 这时候脚側旁边有点 我们就用一点餐巾纸 就是把它稍微擦一下周边 对 所以我本来以为这样已经好了 对 老师还要再把它再整理一下 对 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一道叫 蔬食滚肉对不对 对 没错 上菜了哦 好 这个忍不住会想动手 这还有点端端的那个 对 而且这个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那个东坡肉 不过老师其实 我平常不太爱吃东坡肉 真的哦 因为我怕那个油 对 所以反而你做这样子的方式 黑肉的 对啊 很讨喜 这个怎么吃呢 一定要大口吃 大口大口 这种一定大口的 今天做的东西都大口吃 对 咬下去那个萝卜就喷汁了 对啊 有点汤水水这样 对 有点汤汁这样 然后还有 因为它萝卜会吸那个卤汁啊 我还有去咬到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八角 香味整个都出来了 香香香香香 我是很喜欢八角味 对 那老师说了 不喜欢你就不要加 喜欢你加 像我喜欢去咬到 我就觉得好吃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白嫖是不是 对 干嫖 干嫖 它那个吃下去 也是会吃到那个口感 它有一点点韧性 对 有点弹性 主要是你滷完可以泡一下 譬如说泡没有入味 煮太久 你可以其实是滷到熟之后 关火泡 让它酱汁吸进去你的食材里面 所以也不用一直滷 不用一直滷 对 当然一定要 一定要有熟啦 食材一定要有熟 这个口感很特别 而且很好吃 很爽口 因为有萝卜的水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蔬菜的那个甜味 然后再来就是豆干的香味 最后就是一个那个 香菇的那个润度 对 Q弹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去吃 就是你可以平常可以换一换 虽然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肉食 可是老师换了一个手法 做这么小巧精致的一个 就是蔬食的滚肉 对不对 非常成功 东武老师太崇拜你了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下次再来我们节目 记住 孙子过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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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